厚厚一叠文书监察院代表协律师到司法院宪法法庭地状 申请示线及暂时处分 在总统府行政院民进党团后 接棒质疑不会改革修法是违宪 史上同一招四个宪政机关同时申请示线 依宪法法庭确定受理后将先判定是否暂时处分 大法官现有总额三分之二以上要参与 并且要现有大法官总额半数同意才通过 而过去同步请求暂时处分记录 有军公教 延改三法 政党不当取得财产条例等八案件 但真正裁定的仅有三例 凡类型仅核准户籍法并且是在申请后五天做出裁定 而时间最长则是等了71天 几个机关一起进行 这个政治压力有可能让大法官 在这种政治压力上 会觉得那我们先暂时 都先暂时停下来 但这个好暂时必要发生效率 如果依照惯例四机关的释线案 将随机份案且很可能会并案处理 据掌握暂时处分约在一到两周就会出炉 但效率最长仅有六个月 等同释线要在这之内处理完 紧接着处理释线案 根据了解约在两个月内 宪法法庭就会释线 等于最快九月会有结果 时间上的紧迫性 国会改革法案 势必会有一段空白期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